香港中平社17号援引法新社报道称 马绍尔群岛18号将举行从美国获得自治权40年以来的首次大选 这恐使马绍尔群岛与台当局的邦交生变 中平社已再拉警报形容马绍尔群岛子字大选对其与台当局关系的影响 报道称马绍尔群岛是台当局邦交国 在大选筹备过程中 马绍尔群岛总统谢尔达海因受到了反对派领导人的挑战 去年11月的一项不信任投票中 谢尔达海因勉强过关 当时的争议是 反对阵营想实施一项中国大陆支持的投资案 但谢尔达海因政府反对 自此后该国国会陷入了僵局 执政党和反对党双方各掌握16席国会议员 报道称选后若习字有变 马绍尔群岛与台当局的邦交获胜变 今年10月索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建立与台断交后 台当局所谓的邦交国自蔡英文上台后已断了7个 目前台湾剩余15个邦交国 包括太平洋地区的脑鲁 帕劳 土马鲁 马尚俊岛 拉丁美洲的伯利兹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威地马拉 海地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巴拉圭 圣卢西亚 圣基茨和尼威斯 非洲的斯威士兰和欧洲的凡蒂冈 台立委许遇人日前质询时引述国际媒体的报道称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最近准备要举行2020年大选 而该国的新民主党曾表态若执政就会转向大陆 他质问台湾市部门负责人吴昭谢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是不是台湾的下一个断交国 吴昭谢当时对此回应称将密切关注 针对台当局所谓的邦交国接连亮红灯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曾表示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也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趋 我想这个趋势还会发展 我去那边